今年金马奖最佳立物片《金城小子》 台湾导演姚洪毅用镜头跟随中国知名画家刘晓东 重返到故乡辽宁金城 找兴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用画作进入友人与社会环境的变化 而片中这些富有浓厚思想情怀的画作 现在将真实呈现在台湾演出 画作屡屡在拍卖市场 创下新高的中国画家刘晓东 相隔三十年后带着画笔重返故乡辽宁省金城 父母和小时候的玩伴成为他笔下的绘画题材 随着青春岁月消逝 有人是因为有下一代人生燃起希望 有的人却是在为生活繁愁 每位老友背后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 台湾导演姚洪毅在二零一零年 随着刘晓东回到金城 记录下这段寻乡旅程 镜头来到金城也是亚洲最大的 芦苇造纸场拍摄 以悠闲静忧的氛围呈现出 刘晓东记忆中美丽的故乡 这部记录艺术家生命的纪录片 金城小字也获得今年的金马甲 刘晓东的画笔画过长江三峡大坝建设时期的拆迁工人 泰国的性工作者和汶川地震后的生还者 如今他回到故乡 用画反映大环境变迁带给社会的影响 要从画中找回自我的面貌 重新找到力量 面对人生的挑战 就算林志坚 淘宝岛